这是对面小区的垃圾 然后被风吹到马路上都是 在高一的时候 有跟学校来到上海来进入 然后当时觉得上海 还跟新加坡比较相似 然后也是通过这些交流跟进入 让我觉得我更想去探索 中国的不同方面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中国很大 然后很多地方没有去 所以我很想说来到这边上学 可以多去不同的地方 去玩一玩去旅游 第三个方面是 我觉得来中国上学是一个 当时觉得是一个性价比 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留学选择 我的大一一整年和大二 上学期是在新加坡网课度过的 因为当时中国边境一直关着 然后我过不来 然后很多的国际学生跟我一样都是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 来到上海之后就是我的大二下学期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遇上了上海的疫情爆发 这是对面小区的垃圾 然后被风吹到马路上都是 在酒店隔离了一个快一个月 然后呢学校那个时候封校了 所以我不能进学校 我又在学校外面的宾馆隔离了快一个月 所以我就在外面的酒店跟宾馆隔离了两个月 在四个不同的酒店和宾馆 然后进来学校之后呢 学校也是在封校的过程中 所以我就在宿舍隔离到学期结束 所以我就是一整个学期 从开学的第一天到学期的最后一天 我都在风控中度过 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跟任何人交流 我都是自己在一个房间面对四堵墙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 你就不知道你要隔离到什么时候才能进学校 你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才会解封 你不知道有没有饭吃之类的 当时的心理的状态跟第一段的晚课的时候 是非常不一样的 直到我进入到学校之后 就是进到宿舍是有其他三位室友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突然有一种就是很久没有见到人的感觉 然后也是慢慢的去跟人打交道的一个过程 刚来到上海住的第一个隔离酒店 它就是上海疫情爆发的酒店 所以在那之前上海的疫情其实都是管控的挺好的 当时是以精准风控为名的 就是上海的防疫政策 然后到直到我当时的隔离酒店 当时就疫情爆发了 然后上海又被全国网民骂上天的 一个状态 所以可能这个对于这边的防疫 跟防控的这个印象是有改变的 就是在那之前 其实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它是防疫管控的非常好的 然后这边的人感觉 在就是正常的生活 然后国外都是非常严格的在管控嘛 但是我过来之后 这边爆发之后 它又感觉突然又严格了起来 然后突然又慌乱了起来 在风控隔离的时候 我在隔离群里面 大家是怎么去聊天啊 我们都在隔离 但是有隔离群 大家就是一起聊天 一起分享 半夜敲门 然后把我们送去转运的这些经历 都是非常突然 但是又是非常超乎想象的 虽然觉得非常的临时慌乱 但是又觉得非常的刺激 这里的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大环境 肯定会让我们觉得内心非常的不安和交流 包括它这里的政策 其实是每天就是都在变的 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是一天一个政策 所以你可能这个计划安排好了 结果第二天不能实施 或者第二天又有新的要求 跟新的政策 然后对于这些新的要求 新的需求 你又要自己去了解 自己去打听 夺回这种自主权 长期来看的话 我的计划在疫情前 疫情后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当时我就想着 在中国完成我的本科 然后我可能还会 希望申请研究生 可能是回新加坡读 或者说去英美国家读 现在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对